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一同的敬拜 不论是在现场的或者在线上的弟兄姐妹 上帝都跟你们在一起 我们的神是不受时空限制的 不论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神,你的神,万君治,耶和华都跟你在一起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在这段时间如果你看报纸的话呢 其中一则最常看到的新闻 当然现在的人越来越少看报纸了 通常我们看新闻都是透过面子书,微信来看新闻 所以当我们看新闻的时候呢 其中一个最常看到的新闻就是 这段时间越来越多人失业 这段时间越来越多公司不在营业 就是关门了 这段时间经济的情况越来越不好 我想当我们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呢 不懂你心中有什么感想呢 是不是感觉到害怕 是不是感觉到恐惧 是不是感觉到彷徨无助呢 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人呢 你也正在面临这样的问题呢 如果有的话呢 今天我要告诉你 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你一点都不孤单 不管经济的情况有多么的糟糕 不管你处在多么的困难的当中呢 你并不孤单 因为有一个人他理解你 有一个人他非常乐意帮助你 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来看的这段经文 有一个人他是如此的爱你 当你处在经济困境中 或者在其他的困难当中的时候 当你以为没有人在意你 没有人关心你 没有人注意你的时候呢 有一个人他从来没有离开你 有一个人他时时刻刻注意你 有一个人他看到你的需要 这个人是谁呢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 第一到第十四节 我们先看第一到第三节 第一到第三节 这次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 就是提比利亚海 有许多人因为看见 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 就跟随他 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 这里我们看到呢 耶稣服侍好之后呢 他就跟门徒一同上了山 到了山上呢 他要去休息 所以我们每一次服侍好 我们要休息 那是圣经教导的 每一次你做工好 你需要休息 那是圣经教导的 我们看到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七日里面的第七日 是安息日 我们要休息 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就当我们休息的时候呢 我们才知道 我们的上帝是上帝 我曾经讲过这一篇道 讲到当我们休息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上帝 如果你想要听这篇道的话呢 可以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里面找到 诗篇第46篇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所以当我们休息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认识到我们的上帝 才是真正的上帝 我们不过是人 这个时代的人最需要的 你知道是什么吗 这个时代的人最需要的就是休息 这个时代的人最需要的就是休息 这个时代的人最缺乏的是什么呢 这个时代的人最缺乏的就是睡眠 所以我们要多休息 有时候我听到有一些人来找我辅导 他说有时候他很不明白 为什么他会一整个星期 或者好多天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就是想赖在那里 什么都不想做 他感觉到非常的内疚 也非常的自责 因为他什么都不想做 就很懒散的在那里 然后我就问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有没有每个星期 一定拿出一天的时间来休息 他说没有 我说这就是问题了 如果你都不休息的话呢 总有一天你的身体 你的精神承担不起的时候呢 你就会好多天什么都不想做 因为你的身体想要一次过 把过去没有休息到的 休息回来 所以你那时候就会以为 你患上忧郁症 其实不是的 只是因为你太久没有休息了 你的身体 你的精神要你休息 所以你那段时间 那几天 或者甚至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什么都不想做 这不是忧郁症 这是你的身体想要休息 你要知道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要解决这个问题很容易 只要每个星期 拿出一天时间 什么都不做 做你喜欢的 比如 如果你喜欢看电视 就看电视 你喜欢睡觉 就睡觉 什么都不做 放松自己 一天的时间 好好放松自己 休息 所以这个时代的人 是最需要休息的 而我们也从 耶稣的服事当中看到 耶稣是很注重 安静在神的面前的 所以每次服事好 或者服事之前呢 他都会与门徒一同 到山上去休息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一个美好的榜样 所以这个时代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需要的 就是休息 特别是在这段时间呢 当你遇到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困难的时候 你心里非常的烦躁的时候呢 你更需要的 就是安静在神的面前 你更需要的 就是休息在神的面前 我们继续的来看 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 耶稣和他的门徒 一同上了山 第四节 那时犹太人的 一月节到了 第五节 耶稣从山上看下来 举目看见许多人来 就对斐利说 我们从哪里买饼 叫这些人吃呢 他说这话是要试验斐利 他自己原知道 要怎样行 那时候耶稣是正在休息 如果我们看 其他福音书 马太马可路加 同样事件的记载 我们就知道 耶稣那时候是干服事好 他做什么服事呢 他讲到他医病 所以他刚服事好这群人 讲到医病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就到了黄昏的时刻 黄昏的时刻呢 耶稣看到这一群人 已经在黄昏的时刻了 一整天跟着他了 肚子饿不饿 现在我们才早上九点多 你肚子应该还没有饿吧 除非你任早餐还没有吃 肚子饿不饿 耶稣看到他们的需要 耶稣知道 他们一整天跟着耶稣 他们肚子也饿了 耶稣知道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什么情况呢 耶稣知道他们的需要 同样的 今天耶稣也知道你的需要 不管你的需要是什么 耶稣都知道 不管你所处的情况是怎么样 耶稣都知道 所以这群人呢 他们那时候的需要是什么呢 他们那时候的需要就是 肚子饿 所以呢不管你有什么需要呢 耶稣都知道 这里是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耶稣看到他们的需要 不但如此呢 耶稣要满足他们的需要 耶稣就对斐利说 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 你可以看到吗 耶稣不但看到人们的需要 耶稣也要满足人们的需要 耶稣不但看到你的需要 耶稣也要满足你的需要 你可以想象吗 圣经告诉我们说 那时候至少有五千个人以上 耶稣跟他的门徒斐利说 我们去哪里买饼给他们吃呢 如果你是他的门徒斐利 你的反应是什么 耶稣你有搞错吗 五千个人 圣经告诉我们说 五千个男丁 意思说家夫人小孩 至少有整万个人吧 整万个人 耶稣你叫我们买饼给他们吃 不如你叫他们散开吧 自己去找吃的吧 对吗 自己去找东西吃吧 他们自己去到城里 在找东西吃吧 可是耶稣知道他们现在不在城里 耶稣也知道已经是黄昏时刻了 耶稣也知道他们已经是疲乏了 耶稣也知道他们的肚子饿了 还要他们步行一段路去找吃 如果到那里的时候店铺都关了 怎么找到吃的呢 耶稣都知道 但是门徒们第一个想到的是 不可能啊 我们怎么可能能够给一万多个人吃饱呢 弟兄姐妹朋友们 通常人的第一个反应 我们人的第一个反应 永远都是我们先看到问题 我们不是先看到耶稣的能力 我们是先看到问题 所以这个门徒 腓利的反应是很正常的 我想如果我们是腓利的话 当然有时候我们现在看圣经 我们是从后来看上去嘛 我们已经知道结局了 才看上去嘛 就好像你看连续剧 你已经知道结局了 你在看前面 看中间 你还会紧张吗 不会了 很常的时候我们看圣经 看得很轻松 甚至我们会说 哎呀 腓利怎么小心 如果是我 他我不会这么小心 我们能够这么说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是结局是什么了 我们知道结局就是 耶稣用五饼二语 喂饱五千个人 圣经告诉我们 五千个难听 所以肯定是超过五千个人 我们已经知道那个结局了 所以我们看回去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轻松的说 哎 腓利干嘛这么没有信心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我们是腓利的话呢 我们的反应 很有可能也是像他一样 因为我们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的第一个反应 第四个人是说 耶稣 我们从哪里买饼 叫这些人吃呢 去到城市内 去到市区内去买的话呢 那时候店铺关了没有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耶稣对腓利说 我们从哪里买饼 叫这些人吃呢 他说这话 是要试验腓利 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行 所以他问腓利这个问题呢 并不是说他不知道怎么做 他只是要门徒们去思考一个问题 现在应该怎么办 去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 腓利怎么回答呢 我们看到第七节 腓利的回答是很正常的 这也是我们很有可能的回答 腓利回答说 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 叫他们个人吃一点 也是不够的 如果我们看圣经其他福音书的记载呢 我们看到门徒有跟耶稣说 不然叫这些人散开呢 叫他们自己去找吃吧 可是耶稣却跟他们说 你们准备给他们吃 所以他在这里就问腓利说 我们去哪里买饼 叫这些人吃呢 然后腓利的回答就说 就算有二十两银子的饼 叫他们个人吃一点 也是不够的 二十两银子到底有多少呢 在油文里面是两百个Denari Denari是当时候的一个钱币的单位 就好像我们现在 马来西亚的钱币的单位是马币 如果你在美国的话 钱币的单位是美金 如果你是在中国的话 钱币的单位是人民币 所以那个时候在罗马时代呢 他们钱币的单位叫做Denari 所以呢 在油文里面呢 是两百个Denari 两百个的Denari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Denari就等于一个工人一天的薪水 一个Denari就是等于一个工人一天的收入 所以呢 这里两百个Denari呢 你可以用两个方式来诠释 第一个方式诠释就是 两百个人的工钱 或者是一个人两百天的工钱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北利在这里跟耶稣说 就算我有二十两的银子 两百天的薪水 也不够买给他们吃啊 肯定是不够的 为什么呢 北利说叫他们个人吃一点 也是不够的 肯定是不够的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人数超过五千个人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吧 一天的工钱 大概等于 我们就算两天的饭钱吧 一天的工钱就等于两天的饭钱吧 两天的饭钱呢 就等于六餐嘛 六二十二 也只有多少 也就够一千两百个人吃最多吧 可是那边多少个人呢 那边有超过五千个人 所以绝对是不够的 所以呢 这是他们那时候所遇到的问题 当我们处在困难当中的时候 当我们处在经济困境当中的时候 他的意思就是 我们遇到的情况是 我们所拥有的资源不能解决 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 你知道什么是经济学吗 经济学其实就是一个研究 研究怎么用那些有限的资源 把它用到最大化 最大化的使用这些有限的资源 最有效的去使用这些有限的资源 所以这叫做经济学 所以经济学的理论一开始就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 以世界的经济学来看呢 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二十粮银子不可能 未保五千 甚至超过一万个的人 从经济学的原理来看 这是不可能的 就算你拿去投资二十粮 投资到够五千个 甚至超过一万个人吃的话呢 也是要多久的时间 你自己算一下咯 一年十八千要多少年的时间 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 报纸会告诉你说 经济会越来越不好 报纸会告诉你说 会越来越多人失业 报纸会告诉你说 新闻会告诉你 我还是习惯讲报纸 虽然这个时代很多人都不看报纸了 我们都是看面子书里面的新闻 新闻会告诉你说 越来越多人会失业 新闻告诉你说 会越来越多生意不能再继续了 新闻会告诉你说 经济会越来越不乐观了 因为那是从经济学的原理来看 经济学的原理来看 当这个资源越来越少的时候呢 我们的情况就越来越不好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这就是那时候 门徒们跟这群人所遇到的问题 耶稣看到他们的需要 耶稣看到他们处在一个困境当中 就是他们的食物不够吃 耶稣也看到他们处在一个困境当中 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 没有办法解决眼前的这个问题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当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这个同感 如果你会有这个同感的话 我要告诉你 耶稣看到你的需要 就像这段经文一样 耶稣看到你的需要 耶稣不但看到你的需要 耶稣也照顾你的需要 你看到了吗 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 你从其他处的福音书里面 会看到耶稣怜悯这些人 耶稣因为怜悯这些人呢 耶稣就跟他们讲道 不但讲道 耶稣也医治好他们 不但医治好他们呢 现在也要喂饱他们 你看到耶稣对你的关怀 是无微不至的吗 你有什么需要 他就满足你的需要 你有什么需要 他都用意来帮助你 你的灵命有需要 他就讲天国的道给你听 这是我们灵命最深处的需要 你的身体健康出问题 耶稣就医治你 现在呢肚子饿 耶稣就喂饱你 看到了吗 耶稣的关怀和爱 是无微不至的 千万不要有那种想法 我们有时候有那种想法说 耶稣只关心我的灵命 耶稣不会关心我的生活 耶稣也不会关心我的物质需要 这是错的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耶稣不但关心你的灵命 耶稣也关心你的身体健康 耶稣也关心你的生活需要 耶稣也关心你的物质上的需要 耶稣都关心这一切 我们会有这种恶元论 恶分法的想法呢 主要是受希腊哲学的影响 因为希腊哲学的教导是 物质是坏的 灵性是好的 属灵是好的 是圣洁的 物质是邪恶的 这是希腊哲学的想法 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圣经的教导是 上帝看他所创造的 每一样东西都是 好的 请问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吗 请问你是不是上帝创造的呢 请问你的牧师 是不是上帝创造的呢 那你的牧师是好的吗 当然是好的啦 凡是上帝创造的 都是好的嘛 懂吗 所以这个世界的每一样东西 都是好的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不要把它恶分法 以为说只有灵界是好的 物质都是坏的 如果你真的觉得 物质都是坏的 那就把你所有的财产 分给我们吧 物质不是坏的 因为这些物质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物质是灵界创造出来的 是谁创造这个世界 上帝 上帝怎么创造这个世界 上帝说要有光 就有光 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上帝说出的话 按照约翰福音 就是耶稣基督 对吗 神的道 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所以三位一体的神 创造这个世界 他说要有光 就有光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结果这个世界创造了 所以是灵界 创造出这个物质的世界 是神的话语 创造出这个世界 但是你跟我不一样 因为神用地上的土 造出人来 他亲手把我们造出来 然后又用男人身上的肋骨 造出女人来 所以我们男人是要保护女人的 因为女人是我们的肋骨 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所以我们男人要保护女人的 各位弟兄 我们要做男子汉 男生要保护女生的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这里我们看到说 我们的被造是何等奇妙可畏 是这个属灵的创造出这个物质的 所以这个物质是属灵延伸出来的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今天上帝仍然在创造 你在疾病当中 神可以创造出健康给你 你缺乏资源 神可以创造出资源给你 因为是灵界决定物质 不是物质决定灵界 是灵界决定物质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关心我们 他不只关心你的灵命 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怜悯这些人 怜悯的意思就是 心里极大的感动 耶稣怜悯这些人 耶稣关心他们 不但关心他们的灵命 也关心他们身体的需要 也关心他们物质的需要 耶稣关心你的需要 如果你处在这种情况之下 遇到一个困难 遇到一个困境 遇到一些需要 而你的资源真的是非常有限 就像斐利说的 就算有二十两银尺的饼 都不够给这些人吃 而问题是 他们可能身上也没有二十两银尺 他只说就算有二十两 也不够给他们吃 你知道在原文里面呢 就是两百个denari 圣经有时候不同的数字 有它的意思 当然这个意思只是代表性的意思 圣经的数字不是所谓的 有什么模仿 你用了什么数字 就会比较顺等等 没有这回事 我们不相信所谓的数字学 所谓的数字学就是 你的名字要改成某个数字 你的电话号码要换成什么号码 你的人生才会顺 这个数字学是我们不相信的 我们只相信我们的耶稣 是胜过一切的 但是在圣经里面呢 有些数字是有代表性的意思的 所以两百个denari 两百这个数字呢 在圣经里面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 经济上的缺乏 经济上的不足够 所以为什么 腓利会用两百 很奇怪的 他为什么用两百个denari 两百个denari 而且实际上可能他身上也没有两百个denari 他的意思就是要告诉耶稣说 金钱上都不够耶 我们在经济上是缺乏的 怎么买饼给他们吃 耶稣你可以现实一点嘛 类似是这样的 耶稣你可以现实一点嘛 你可以想象吗 这个腓利耶 这个门徒耶 跟耶稣一段时间了 天天看到耶稣 施行神奇奇事 但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的反应是 哪里可能 两百个denari都不够他们吃 这通常都是我们的反应 有时候就算我们信耶稣 信了很久了 遇到问题 我们第一个反应是 哪里可能 没有办法 耶稣哪里能够帮助我 就像有一个基督徒告诉我 说全世界有六十亿人口 那时候已经是十年前的了 他说全世界有六十亿人口 耶稣哪里能够关心到每一个人 我们人的想法就是这样 耶稣是神 耶稣不是人 耶稣曾经成为过 三十三年半的人 他是完全的人 耶稣是神 所以他的能力远超过 我们人能够想象的 所以我们看到 腓利第一个反应是 哪里可能 因为他的资源上不够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钱上不足够 两百个denari要带出来的意思就是 经济上我们是缺乏的不够 接着呢 另外一个门徒就说 第八节 我们从第八节看起 有一个门徒就是 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对耶稣说 在这里有一个孩童 带着五个大饼 两条鱼 就是分给这水多人 还算什么呢 五个大饼 两条鱼 哇 当你看到这个经济的时候 我想你跟我一样的 我从小就知道五饼二语的神迹了 因为从小听到大嘛 我第一个想的是 五个大饼 多大 一定是这么大 哇 五个大饼 应该够十多个人吃吧 最少 对吗 大饼 大 有多大 所以我跟我的孩子们说 有时候你用这些词要小心 你的多不一定是别人的多 你的大不一定是别人的大 所以那个是很相对性的 relative的 所以当我们想到大饼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想到是 这么大 对吗 有多人会想到是这么大了 我们当中 应该很多人都会像我一样 至少是这么大 对吗 大饼 也世界上有没有这么大的饼 这比较大一点 多多大 这样啊 像我们这边的老婆饼是吗 老婆饼这么大 类似这样 老婆饼这么小 还有更大一点 所以我那时候还小 现在还年轻 那时候是小了 现在年轻 OK 当我看到大饼的时候 我就想象出一定是很大的饼 五个大饼 两条鱼 那够很多人吃 我第一个反应是这样 够很多人吃 那时候我告诉你 当我准备这个奖章的时候 我都要看回原文 看回当时后的意思 原来五个大饼 两条小鱼 它的分量只够一个人 或者两个人吃 一个人 或者两个人吃 所以这个小孩子 只是带一份给他自己吃 或者是最多 只是分享给旁边的人吃一点 所以他这个分量 只够一个人和两个人吃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如果你是这位小孩的话 你觉得你还好意思拿出来吗 你一定会想说 这个五个饼 两条鱼拿出去的时候 一下子就没了 然后我自己也吃不到了 更惨的时候 你回去一定会给你妈妈妈 对吗 我准备给你吃的 你看妈妈拿出去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可以想象吗 这个小孩子是很单全的 他就很单全的时候 知道没有食物吃 就把这个五个饼 两条鱼交给门徒 然后门徒就交给耶稣 但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 五个饼 两条鱼 够吗 够五千个人 其实实际上是超过一万个人 如果包括妇人小孩的话 够他们吃吗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情况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当我们处在这种缺乏当中 当我们处在这种困境当中 当我们在经济上有缺乏的时候 当我们在资源上不够的时候 而我们同时又遇到这个难题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从哪里可以找到帮助呢 我们从哪里可以找到帮忙呢 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 如果你现在处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要告诉你 你一点都不孤单 你也一点都不寂寞 因为你的耶稣 他与你同在 就算全世界的人 仿佛都忘记你的权在 就算你身旁的人 没有一个人看到你的需要 甚至还对你有诸多的要求 但我告诉你 你的耶稣 他看到你的需要 而更重要的是 他不但看到你的需要 他要满足你的需要 他怎么满足我们的需要呢 圣经有告诉我们 这位孩童 他把这五个饼 两条鱼交给耶稣的时候 那他用于把他有限的资源 交给耶稣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有限的资源 在耶稣的手中 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来看第十节 耶稣说 你们叫众人坐下 原来那地方的草多 众人就坐下 树木有五千 耶稣拿起饼来 住谢了 就分给那坐着的人 风雨也是这样 都随着他们所要的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 这个五块饼跟两条鱼 是不够这么多人吃的 最多只够一个 或者最多两个人吃 但是当这位小朋友 用于把这个五个饼 两条鱼交在耶稣的手中 结果发生什么事呢 如果我们又回去看 圣经的数字 它每一个数字 都会代表一些意思的 在圣经里面呢 五这个数字是代表恩典 然后二这个数字呢 是代表家庭 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呢 二就是bet 然后五就是he 当这些东西 在耶稣的手中的时候呢 他所要带出来的意思 就是告诉我们说 在耶稣的手中有恩典 在耶稣的家中 有丰盛的恩典 在耶稣的家中 有丰盛的供应 所以当这位小朋友 用一把这个五块饼 两条鱼放在耶稣的手中的时候呢 就是他真的相信 这是一个代表性的行动 当我们看回每一个数字 所代表的意思的时候呢 他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 在耶稣的手中 有恩典的供应 在耶稣的家中 有恩典的供应 所以你只要放心的 把你这些仅有的资源 交在耶稣的手中 你要相信 在他的恩典里 在他的家中 有丰盛的供应 但是我告诉你 当我准备这个奖章的时候呢 我发现有一个细节 我忽略掉 而是神今天要告诉我们的耶 我从小当我看 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呢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到说 我们所需要的 神都给我们 所以你有需要一切 神都给你 这个固然是对的 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其实圣经 讲得更近一步耶 你知道圣经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那个经节 第十一节 耶稣拿起饼来 住现了 就分给那坐着的人 分于也是这样 都随着他们所要的 耶稣拿起饼来 如果你在看 其他的福音书记载 他这里有说 掰开饼 所以你可以想象吗 耶稣拿起饼来 掰开 这是什么呢 这是圣餐 耶稣在告诉你说 这就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破碎 所以为什么在耶稣的家中 有丰盛恩典的供应呢 因为他破碎他自己 他的牺牲 让你跟我 可以在恩典里面 所以耶稣拿起饼来 住现了 在其他的福音书有记载 掰开 剥开饼 这个就是一个圣餐的行动 耶稣用这个行动告诉你说 因为我用意为你破碎身体 所以你有丰盛的供应 听好 因为耶稣用意为你破碎这个身体 你有丰盛的供应 而这个供应是怎么样的呢 圣经怎么说呢 我们再看十一节 耶稣拿起饼来 住现了 就分给那坐着的人 本人也是这样 都随着他们所要的 如果你看英文翻译的话呢 就更清楚 According to what they want want 不是need want 如果你看 NKJV New King James Version 的方语是 As much as they wanted As much as they wanted want是什么呢 want是想要我 我很惊讶耶 因为我一直以为是 As much as they needed 或者是 As what we need 我一直以为是 照着我们所需要的 因为中文翻译 所要的 我们很容易就跳回一个结论 就是照着我们所需要的 但是在原文里面呢 这是什么呢 在原文里面是 照着我们 所想要的 这个很惊讶 如果你看回原文的话呢 原文那个字叫做 Telot Telot的意思就是 你的渴望 照着你所渴望的 各位弟兄姐妹 耶稣不只是给你 你需要的 耶稣也给你 你想要的 你想要什么呢 如果你想要疾病的话 那就很可悲 当然耶稣不给你疾病了 只是如果你想要这些的话呢 难怪你在耶稣基督里 不能经历到 他的健康 如果你觉得 平权是好的 你觉得说 哇 平权才是 更加亲近神 平权才是 虔诚的表现的话呢 那么 你就会 继续活在 平权当中 当然耶稣不会给你平权了 是你自己想要的 你就会继续经历在这一切 所以如果你觉得 相信耶稣 你觉得说 疾病是好的 疾病可以让我更加亲近神 那你就继续在你想要的里面吧 但是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 耶稣要给你想要的 你想要什么 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呢 圣经讲得很清楚 耶稣要给我们的是健康 耶稣要给我们的是平安 耶稣要给我们的是丰盛 耶稣不只要使你灵魂得救 耶稣要让你在这个世上 经历他的丰盛 经历他的供应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你想要的是什么 你渴望的是什么 你可以想象吗 当这个五个饼 两条鱼分到你那里的时候 哇 我想要 我想要多一点 拿多一点 拿多一点 旁边不有人告诉我们 哎 不要拿那么多啦 只拿够你吃的啦 不要那么贪心啦 等一下不够啦 不是 圣经告诉我们说 按照你想要的拿 也难怪到了最后还剩多少 十二个篮子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了吗 还剩十二个篮子 意思说他们分的时候 他们拿的一定是多过他们 需要吃的 才会剩下十二个篮子 所以你看到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 第十二节 他们吃饱了 他们拿着他们想要的 吃饱了 耶稣对门徒说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免得有糟蹋的 他们边加那五个大麦饼和零碎 就是众人吃了 剩下的收拾起来 装满十二个篮子 看到了吗 耶稣的供应 照着你想要的 不但够你用 而且还超过你所需要的 超过你所想要的 看到了吗 耶稣的供应就是这么大 所以不要用世界的经济学来看上帝 觉得说 上帝的供应是有限的 不是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在经济缺乏当中 在资源缺乏当中 上帝能够供应你 不但是照着你需要的给你 甚至是照着你想要的 甚至是超过你的需要 你想要的 这就是上帝的供应 这是圣经讲的 不单单是照着你所需要的 还是照着你想要的 今天你来到神的面前 告诉神你想要什么 可能你现在需要的就是 欠了一大堆的债务 你需要的是债务得到解决 但不要停在这里 你跟神说你想要什么 你可以跟神说 我不但债务需要得到解决 我想要给我家人一个 比较好的生活 跟你的耶稣说 你的耶稣不但关心你的灵魂 他也关心你的生活 他也关心你的家庭 跟你的耶稣说 不要去找外面所谓的神明 外面所谓的师父 外面所谓的风水 找你的耶稣 跟你的耶稣说 我想要 我想要这些 跟你的耶稣说 我不但需要一份工作 我想要在这个工作中 能够找到我权在的意义 能够找到你创造我的命定 在这个工作当中 我能够照顾到我家人的需要 我能够照顾到我孩子们的需要 在这个工作当中 我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跟你的耶稣说 你想要的是什么 而且更重要的是 让耶稣引导你 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你需要耶稣帮助你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我想要买更多的东西 才有那种满足感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到 当你买越多东西的时候 你只是那刹那间 有稍微的好像满足 但是一下子你会觉得 更加的虚空 更加的内疚 更加的自责 因为其实你真正想要的 不是买这些名牌的东西等等 你真正想要的是 你内心胜出的安全感 而那时候你就要耶稣来满足 你内心胜出 可目的那种安全感跟价值 让耶稣让你看到说 你的价值是在于耶稣 你的价值不是在于 这些外在的物质 我要讲一下 买名牌那些是没有错的 你有尽尽的 你去买那些好的东西都没有错的 但是如果你要借着一直不断的买 去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呢 那时候你真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可能你真正想要的并不是这些 你真正想要的是找到自己的价值 你的价值在哪里 你的价值是在耶稣那里 所以你想要什么你都尽管跟神说不用害怕 如果神知道说这个不是你真正想要的 他也会引导你到你最后会发现到原来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你就勇敢的跟神说 不止你需要什么 你跟神说你想要什么 我们继续来看 刚才我们看到说 耶稣基督不但他要满足你的需要 你所想要的 你想要的 你可以跟你的耶稣说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五秉二语的神迹 不但是照着他们需要的 也照着他们所要的 也就是说他们想要的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你有什么想要的 尽管带到耶稣的面前吧 就好像我刚才说的 可能你需要的是经济的问题得到解决 但你跟神说 我不只希望我的经济问题得到解决 我想要能够给我家人一个好的生活 可能你需要的是疾病得到医治 但你跟你的神说 我需要的是疾病得到医治 可是我想要的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能够好好地跟我的家人相处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能够去照顾我的家人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能够来侍奉你 跟你的神说 你想要的是什么 而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基督不但给你需要的 不但给你想要的 而且是超过你需要你想要的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第十三节 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 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 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又来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是十二个篮子呢 为什么不要五个篮子 三个篮子 二十个篮子 五十个篮子 为什么十二个篮子呢 在圣经里面 十二这个数字 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所代表的意思是 神的权柄 神的国度 神的产权 各位弟兄姐妹 那你用意把你的人生 把你的生命 把你的家庭 把你的一切的主权 都交给神 让神来掌权 让耶稣来掌权 当耶稣的国度 进到你的生命当中 进到你的人生当中 进到你家庭当中 你就能够经历到 上帝丰盛的供应 随时二告诉你的就是 神的国度 神的掌权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二代表的意思 就是家庭 在神的家庭里面 在神掌权的地方 你会看到 有丰盛的供应 讲到这里 我们就一定会想到 圣经的一个神迹 就是罗亚翻周 当外面一片汪洋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翻周里面 却是一无所缺 不只能够养活 罗亚一家八口 甚至很多的动物 都能够养得饱饱的 看到了吗 在神的国度里面 在神的掌权里面 不但是一无所缺 而且是凡事丰盛 充足有余 能够多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罗亚翻周 我们看到外面是一片汪洋 一片贫乏 一片缺乏 什么都没有 但在翻周里面 神的国度里面 却是丰盛的 今天也一样的 在这个世界上 就好像一大片的汪洋 告诉你说 到处都是缺乏 到处都是困难 但是你在神的国度里面 却是丰盛的 这就是上帝国度的经济学 世界国度的经济学 告诉你说 资源越来越有限 资源越来越不够 所以我们会越来越辛苦 但是上帝国度的经济学 却告诉你说 神能够使五个饼 两条鱼 不断的倍增 不但喂饱超过一万个人 还剩下十二个零碎 上帝国度的经济学就是 就算你的资源是有限的 但你用意交给神的时候 神能够使这些资源 不断的倍增 不但能够满足你的需要 满足你想要的 甚至能够祝福你身旁的人 这就是上帝国度的经济学 让你的上帝来掌权 让你的耶稣来掌权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不但看到你的需要 耶稣也看到你想要的 耶稣不但供应你的需要 耶稣也供应你想要的 并且超过你所需要 你想要的 是充足有余的 所以这超过一万个人 五千个男丁加上妇人孩子 超过我们都相信超过一万个 虽然圣经没有讲具体的数字 但是圣经有讲五千个男丁 如果你从其他福音书的记载 有告诉我们说 这五千个人是男丁 所以包括妇人孩子 一般上解经家都相信 是超过一万个人 所以这些超过一万个群众 他们被喂饱了 甚至还剩下有余的 不但是被喂饱了 还有剩下 所以他们看见 耶稣所行的神迹 第十四节 众人看见 耶稣所行的神迹 就说 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 所以这些人经历了 这个神迹之后 他们就下个结论说 这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先知 也就是说 他们所等候的先知 要帮助他们的先知 可是耶稣跟他们讲 第三十五节 耶稣在后面就跟门徒们 还有跟群众们 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不但是先知 我更是谁呢 第三十五节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良 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恶 信我的远远不可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 他就是生命的良 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恶 信我的 永远不可 所以耶稣就做一个结论的 很重要的总结 他就是那一个生命的良 在原文里面呢 这个生命的良 跟那个bread是一样的 我就是那个生命的良 我就是那个生命的良 我就是那个为你们破碎的饼 在我那里有丰盛的供应 你永远不再渴 也永远不再恶 你的一切需要的 你一切想要的 都能够得到满足 在我那里有生命的良 因为我就是生命的良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耶稣基督就是上帝 丰盛的供应 他就是生命的良 在这个经济困境中 你如何才能够经历到 上帝丰盛的供应呢 来到耶稣那里吧 这是耶稣说的 我就是生命的良 到我这里来 必定不二 信我的 远远不可 来到耶稣这里吧 让耶稣掌权 在耶稣的国度里 在耶稣的掌权里 你会经历丰盛的供应 就算这个世界的情况越来越不好 但你在耶稣基督里 是越来越有希望 你在耶稣基督里 你就会经历越来越丰盛的供应 不但满足了你的需要 你所想要的 甚至超过你所需要 你想要的 以致你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耶稣说 到我这里来 耶稣说 他就是生命的良 耶稣说 到他那里去 你就能够得到保足 到耶稣那里去吧 如果你还没有来到耶稣的那里 或者你还没有 把你的人生 把你的生命 把你的家庭交给耶稣 让耶稣掌权的话 现在就来到耶稣面前吧 把你的人生 把你的生命 把你的家庭 把你的经济 把你的健康 把你的一切 都交在耶稣的手中吧 看耶稣基督怎么样 大大的赐福于你 供应于你 给你丰盛的供应 让你不但灵魂的就有远远的生命 在这个世上 你要经历 他怎么供应你的需要 他怎么供应你所想要的 甚至超过你的需要 你想要的 来到耶稣的面前吧 如果你还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 或者你还没有把这一切的主权 都交在耶稣的手中 现在就跟着我来祷告吧 跟着我祷告 接受耶稣不但成为你的救主 更是你生命的主 让他来掌权 让神的国度降领在你的生命中 降领在你的家庭中 经历他丰盛的供应 跟着我一起祷告 跟着我一句一句的说 亲爱的主耶稣 我要来相信你 接受你 做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一生跟随你 把我自己 我的生命 我的人生 我的家庭 我的健康 我的事业 我的经济 我的一切 都交在你的手中 让你来掌权 感谢耶稣 你要给我 丰盛的供应 不只是照着我需要的 不只是照着我想要的 甚至是超过这一切 是丰盛有余的 谢谢你 耶稣 你就是我生命的粮 你就是神丰盛的供应 阿们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是的天父上帝 谢谢你 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可以经历到你丰盛的供应 不管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不管我们处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在你里面都有丰盛的供应 在你的爱子 耶稣基督里面 在生命粮里面 都有丰盛的供应 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还有献上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用意到耶稣那里 我们都用意到耶稣基督 生命的粮那里 因为耶稣基督说得很清楚 到他那里的人 远远不可 也远远不恶 也就是说 到他那里的人 都能够活在这丰盛的供应里面 不但是充足 更是有余 谢谢你 天父上帝 如此的爱我们 我们要看到在这个情况 在这个全球瘟疫的情况 经济 萧条的情况 我们会看到 你怎么样 在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的人生 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的事业当中 施行奇妙的作为 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线上的每一个人 都要经历到 你丰盛的供应 不但是一无所缺 更是凡事充足有余 能够做各样的善事 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让我们一同来领受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和圣灵的感动 常与每一个人同在 永远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的主 每一天看顾你和你的家人 你所需要的一切 你所想要的一切 天父上帝都要在基督里 供应你一切所需的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你牺牲 为你成就的一切 第三天从十里复活 你在天父上帝里 有着坚固的磐石 有着稳固的供应 远远是不动摇的 不受环境影响 不受大环境影响 不受世界的经济影响 完全只因为耶稣基督 那为你钉在十字架 破碎身体 第三天从十里复活的 生命的粮 因着耶稣基督 坚固 稳固 永不改变的磐石 你要远远活在 丰盛的供应里面 远远不可 远远不恶 远远活在 天父上帝 丰盛的供应里面 奉盛父圣子 圣灵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